不消化胃胀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邱书锦 陕西省中医医院脾胃病医科副主人医师 消化不良胃胀 可以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 再一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规律进食 三餐吃六七成饱 饮食多样化 就是不要某一种食物吃得过多 比如说爱吃鼠类 鼠类吃得太多 像红薯了土豆之类之的太多 它有时候产气过多 再一个就是如果经常胃胀 建议就是豆浆一类的尽量不要喝 然后可以喝点酸奶 可以改善一下胃肠道的菌群 帮助消化 如果胃胀特别厉害就要考虑 有的时候可能是 比如看有没有呕吐 也有可能是一些优门耿阻 或者是老年人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肿瘤 看有没有体重减轻了 就是饭量明显的减少 或者伴有一些贫血黑便 如果是年轻人呢 要考虑有没有十二肠球部溃疡 优门耿阻 导致胃内人物不能通过十二肠球部 所以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